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最近接触 然后已经很喜欢的香港本地Skin Care品牌 顺便说说我的夏日护肤心得 大家看看 我有擦防晒的 是完全两个颜色 不是粉底太白 而是素颜都是看到分别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是哪个品牌 令我这么快就已经入坑了 然后有什么的夏日护肤心得的话 就不要错过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了 喜欢的程度是短短几个月 已经接近空瓶了 这个牌子叫Pretty Fiverr 是一个香港牌子 但是它是日本製造的 真的全部产品都写着Making Japan 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Brightling Serum 叫做毛单换光亮白淡斑精华 就打算找我做review 既然是这样 就不如一次过和大家分享我之前用过他们的产品 我是很喜欢本土品牌的 如果他们的产品是做得好 应该大大力去支持 品牌的全名叫做Botainic Pretty Five 我一直都是简称它做Pretty Five 我用了一段时间 是觉得很温和 大家知道我现在是皮肤敏感 手又有脚又有身 心口都有 但是我的臉是完全没有试过敏感的 它是用了西方的科技 以及一些中草药成分 例如有姜根 海带 米康 雪耳 黄琴根提取物和黄柏 可以保湿 解热醋湿 抗细菌抗生菌抗炎抗过敏 然后抗氧化 对急性慢性湿疹是有疗效的 难怪我用完它之后 臉没有事了 我应该是可以用在身上 因为我真的用了这么久 我发现臉是完全好像一个保护罩 原来它里面的成分是很適合现在的我 在这方面我自己对这个系列的产品是很有信心 因为我现在是超级容易敏感的阶段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 很支持一些理念很好的本地品牌 我觉得很proud of它们 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好的品质的产品 那我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了这些产品 逐个去讲一下有什么感受 第一个就讲回它们现在的这个 Brightening Serum 它全名叫做 毛单换光亮白淡斑精华 里面是透明的 质地非常之高流动性 是很适合现在夏天茶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然后最好的地方 它日头夜晚都是可以用的 不只是晚上才用 因为里面是有全名酸和甘草碎 这两个成分是日本认证的一个亮白成分 然后有很多很好的成分 我不逐个讲了 因为大家会悶的 我讲回自己的用口感 第一它是很水壮 很好吸收 完全不黏黏 然后我日头用是不会反黑的 你看到吗 这个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认证 因为我在小岛生活 这里体感每天都是39度 而且我经常都去沙滩 然后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的身体 这样看到了 很多背心印的 不要那么静感我们拉回它上来 所以我是最好的防晒 美白测试员 这个用完之后 说真的 我是没有越来越白 至少没有那么黑线 它里面是有雪耳成分的 是有保湿度的 但是有时候我是干肌 然后长期在冷气的地方 它吸收完之后 我会再加这个保湿精华 它也是很好用的 它叫做双重透明质酸抗氧化精华 里面会比起刚才的美白精华稠一点 但是也是很流质 很好推 而且它的保湿度非常之好 就算用完两个精华 是很清爽 不黏粒可以完全吸收到 是有个很舒服 然后很天然的香味 它不是香精 不是一个很化学的味道 我自己是很喜欢 喜欢到剩下这么少 它真的很好用的 日常用 晚上用 它的保湿度也是足够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它可能就会差个滋润感 滋润感就会用其他的产品去添加 另一个又是超级喜欢 就叫做缓光油膚精华水 我剩下这么少 是要给大家看的 如果不是我今天就用完了 这个是我用过非常之保湿的一个 toner 它是很水壮 很适合现在夏天 它虽然它那么水壮 但是它的保湿度非常非常之好 这个你试过就会明白的了 平时可能是要有少少厚度的 toner 才会做到这个保湿感 它不用 它是很薄身 但是特别是湿肤的时候呢 你会感受到皮肤是喝了很多水的感觉呢 我真的超喜欢 是很难得这么快用完整支 这里是200ml 任苦和湿疹皮肤的朋友都可以用的 可以感受一下这么圆圆不绝的保湿力 其实除了湿肤呢 我也是会用一个化妆棉去抹的 是做到一个去角质化妆水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它做湿肤的效果是最最最好的 然后到这个 缓光高效保湿乳 它是一个很轻身的浮沙 非常流质 然后推开 是超级轻薄 完全没有负担 它的味道是淡淡的 不过很新鲜的 一个类似金吉味 是上面很舒服 完全没有负担 夏天用呢 不会焗住 不会厚的 它的保湿度呢 我就觉得是没有这个toner那么硬 但是呢 因为用了toner 再用了保湿精华呢 这个如果再是很强的保湿呢 我就觉得太多了 它刚刚好 还有锁住了刚才的保湿成分 上妆是很贴的 而且呢 它日用也可以 夜用也可以 但是因为开冷气呢 我就觉得它的滋润度有少少不够呢 就会加上这个facial oil 通常呢 就会是这样 一喷 再加上少少而已 真的不会多 冬天的时候呢 我用facial oil会比较狠一点的 但是夏天呢 一滴起两滴子呢 这样混合来用呢 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它叫换光收护精华油 滴出来呢 不算是最流质那种 但是完全不会很厚的 它会有一个滋润度 也有一个油感 但是呢 它可以吸收到的 不过呢 我就觉得是晚上用会好些 现在夏天早早 如果要用油的话呢 要不你就是成熟肌 或者是濕疹的皮肤 这个濕疹皮肤 孕婦都可以用的 然后是脱皮那些呢 可以局部去用 而且很喜欢它的香味 很舒服的 这个牌子呢 我就跟大家review了 用了这几样产品的感受 真的用行动去证明 我有多喜欢 大家就会明白了 我知道在日本 要做一些肌肉 其实有很多很繁复的东西 要去做一些不同的认证 之后有很多的要求 它都可以做到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有信心 很安心去用的品牌 完了我这一部分的review 不如说一下 我自己在夏天做一个肌肉 的小小提示 因为我是处于一个 极度潮湿 极度满热 然后是极度晒的一个环境 怎样可以保持到呢 其实皮肤还是很水润 可以有一个亮白的效果 不会晒到连面都焦了的话 也有少少心得 第一不想有粉刺的话 下妆要下得对 还有防晒一定要下 大家千万不要懒 打算我用一个很薄的防晒 用洗面膏就可以了 除非洗面膏 是说明了它可以下防晒 如果不是 怎样都要用一个很温和的 可能是落妆 gel 落妆的奶 然后去把那个 防晒下了它 如果不是 它可能塞着毛孔 然后下得不干净 你之后擦任何的东西 都会成为负担 然后那些粉刺 那些暗粒 黑头 全部都会来的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 怎样可以没有黑头 没有粉刺的话 除了之后那个step 要做得好 其实在下妆的时候 已经要下得好 然后呢 第二个step 就是去角质 又是要说了 去角质化妆水 或者Pretty5的这支化妆水 它都有去角质的效果 去角质不要拍上面的细细 你一定要用一个化妆棉 你这样倒了下去 不要倒太多 不要令到它很湿绿绿 你只要是倒一个手指 剩下很少 然后的份量已经足够了 塗了几下 抹了几下 那些角质层 那些脏东西已经抹了出来 去角质的重要性 就是你的皮肤 如果角质没有那么厚 之后的护肤品 才可以滲入皮肤那里 它不会挡住了 不会卡住了 因为如果你角质很厚 然后你塗很漂亮的东西 它吸不到进去 又是一个负担 又是的了 粉刺 黑头那些暗粒全部都出来找你 而且毛孔是会粗大的 除了清洁和去角质 夏天在我心目中 同样重要 是湿敷 基本上每一天 我都会用Toner去湿敷 然后所有平衡做得好 保湿度 还有大家要知道 一块海绵 就算我们化妆用的一些美妆蛋 它们如果不湿 你都不会上粉好 所以其实湿敷 我们的棉就是海绵 我们要令到它湿了 令到之后的一些皮肤 是会更加滲进去 然后水油平衡做得好 其实后面 没有那么容易出油 听过很多朋友的皮肤 是内干外油 因为里面太干 皮肤才会有很多油分 打算保护里面不够的水分 在这个时候 你们去用一些Toner去做湿敷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还有大家很多人都会说 美白精华好像用完没什么感觉 其实有一个方法 我都分享过几次 不过在这里再说多次 就是你用完一些美白精华 一些Brightening Serum 的话 你是用完整盆 濕濕的的时候 立刻敷一个面膜 将它很密集的 传送所有精华 去臉上 你会发现 美白精华的效果 是高出了不止一倍的 这个是我用了很多年的方法 真的你会看到美白精华 是做到更加快的效果 更加明显的效果 不会说 塗了整个月 没有料到 不如大家去试一下 还有 有些的美白精华 如果你用面 真的觉得用了很久 完全没有信心 没有耐性 搞不好的话 可以加上Body Lotion 这是我现在开始会做的事 我之前放弃自己 打算看看 究竟我不用美白精华 究竟我只用防晒 会不会黑呢 我今次实测到了 现在要救回它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之好的 还有 有很多朋友都可能觉得 夏天我会敷面膜 敷完之后再用霜霜 会太厚的话 其实可以试一下用Facial Oil 因为你们的面膜已经是很多的精华 然后已经很够了 如果你再塗一个很厚的霜霜 会太焗 第二天整个面都是油 然后其实你用一个Facial Oil 不用怕的 你不是用得多 你不是说 一泡这样塗上去 你用一两滴 滴在手上 然后用回我上次在Vlog 讲一个方法 这样做 然后印在面上 让它做到一个锁水的效果 其实就够了 以上就是我的夏日护肤小提示 不是一些独门美方 但是用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的毛孔还是很小 然后今年这个反差 已经是证明到 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未来应该加油 我会美白回身 大家也可以看看成效是会怎么样 就跟大家分享了以上这些资讯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夏天很漂亮的皮肤 然后勤力去护肤 最紧要最紧要是你勤力 你买很多东西 很好的东西 不用都是没用的 Anyway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所有BOTENIC PRETTY FIVE的产品资料 我都会买回在Infobox 有个Promotion Code 输入HIDI850 除了有850字之外 每一张单 还会有额外 四个PRETTY FIVE 他们随机的小包装去赠送 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不同的产品 可以去认识一个新的本地品牌 还有是日本製的 我都觉得是很开心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 我每个星期会有两条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月 和星期日更早12点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Bye Bye